法國會有功夫社這種社團 會不會有這種社團 對於功夫社有什麼看法 我們沒有這種無聊的東西 無聊 法國是比較會就是 游泳 跑步 然後 各位觀眾 對 打籃球隊以前在學校應該很受歡迎吧 對 很多人喜歡 而且不管是打籃球 對老師也是很好 比如說你上課你遲到 老師還不會知道我遲到 不管你做什麼 都對老師 對所有的人很歡迎 都OK的 對 美國內研究所 那我觀察到美國的校園 的確有兩種人有特權 一個就是打橄欖球的 美國人足球的 對 另外一種女生的話就是 拉拉隊員 這兩個人在學校裡面走路 穿上那個衣服都有風 而且這兩個都會在一起 都有 對 球隊員永遠是看那個橄欖球隊 隊長 都會 他們每次那個選那個 School Queen or King 都是這些人 他們應該不是跟功夫的人對不對 沒有 沒有功夫 沒有功夫 功夫打架也很帥啊 怎樣 有功夫通常都在開場 但是如果說男生去那個 拉拉隊的話 通常我看他們大學部的同學就會 所以 就是要男生當故事大 因為男生進了拉拉隊以後 因為女生都會有些動作比較可愛 譬如說我們學校是 S.I.U.嘛 男一大 A.I.U. 會有那種動作 然後男生 要不然回去看一看重播 你剛剛 男生一坐完以後 旁邊就會有人度過往模仿 這樣 可是我覺得 賈斯汀你不覺得他很適合 在美國參加拉拉隊嗎 真的 就是那一種拉拉隊男生 A A 喂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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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是美國拉拉隊那種男生 他的笑容是美國拉拉隊那種男生 對 然後要糾結女生的 來 去豐富這可惜了 真的 他全都在那邊 他也糾結你 他積極了 所以 你看他要糾結你 他積極了 peril 是 沒問題 他